是一開始帶您關心政治焦點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在台北結束總統辯論會之後 馬上又前往了台中還有雲林造勢 熱情的支持民眾拿起手機 開手電筒來營造氣氛 在台上一談到自己的父親 柯文哲不禁哽咽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才剛結束辯論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火速南下台中拼造勢 柯文哲進場立刻掀起高潮 支持者揮舞旗幟高喊動算 台中人的溫度在哪裡 夫人陳佩琪也一同到場 在台中展現高人氣 中台灣就是台灣的搖擺州 大火山你知道那邊就贏了 我們曾經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結果沒有想到 民進黨總會墮落這麼快 台上擲乾淨 不忘在左打綠右打藍 講到這件事情 柯文哲又哽咽起來 我今天在那個 證監發表會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突然很激動 因為我爸爸已經中庭了 所以腳踏下去 他也聽不到 父母 沒有啦 父母還在的時候 多打電話給他們 現場民眾自發信 拿起手機開啟手電筒 登卡一片 柯文哲馬不停蹄 台中結束再往南 奔到雲林造勢 台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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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被問到先前備受爭議 在瑞雲口中所說的黨國產物 李毅廉恥扁而實 我是主張 把它掛回去 這社會是有整體的 這種品格教育 是我們在教育裡面 的確被忽略的 炮火還是很猛烈 選戰倒數即時 各候選人繼續拚造勢 希望能多一票就是一票 記者中部 綜合報導